问问2016年的玩具专家,他们会告诉你,教育元素最实心,特别是那些鼓励孩子在教室外学习Steam,也就是科学、技术、艺术和数学的玩具。 它不像是老一代的学习卡片,它是互动式的机器人,教给孩子们如何编程等等,所以很酷。 对年龄还小的孩子来说,一个受欢迎的选择是Just Play公司的麦克斯塔芬医生宠物医生检查中心,它赢得了玩具业主协会2016年年度玩具奖。 麦克斯塔芬是鼓舞人心的女性形象,既可以是孩子们的玩伴,也可以成为孩子自己。 他们会看到亏尔器或者体温计等东西,在过去,如果他们之前没看过医生,见到这些东西可能会有点紧张的。 这款玩具还提供传统的游戏元素,吉米章说,不管技术有多先进,玩具都是给孩子玩的。 我们提供的产品让孩子们保持同心,我觉得家长真的喜欢这点,特别是对很小的孩子,不管技术能做到什么,孩子们还是想要那些没那么多热闹零碎的传统玩具。 对更大一些的孩子来说,他们也有很多技术产品,比如TinkerBots玩具机器人,这是一套建筑玩具,内设运动控制器,谁都可以建造并控制他们自己的机器人。 或者Chip的可爱机器狗,它可以教育你如何负起责任来。 如果这些都引不起你的兴奋,不妨试试Spooner Board多功能平衡版。 美国之音拉蒙泰勒纽约报道,游默语播报。